非裔人士边台关边跳舞这段疫情间爆红的非裔台关舞用来暗示死神经了 但棺木上竟然打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大名 川普在脸书上po出网友影片 讽刺他2020大选的对手拜登选战玩玩 因为拜登21号接受非裔电台主持人访问时竟然说出 拜登失言虽然也道歉 却遭到川普用影片和T恤印字狂酸 可见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提前开打2020选战 川普每天连发推特都在100条上下 身为推特重度使用者的川普却被推特官方特别标注 川普有两篇推文下方都加注一行小小的蓝色字 取得关于邮寄投票的事实 这等于美国总统川普被推特反抢认证 他说的邮寄投票将导致作假和选举舞弊 没有事实根据 这可让川普气扑扑 就算被推特反抢 川普还是继续用推特反击 拥有超过8000万网友追踪的川普 早被公认是在用推特治国 而推特表示这是他们的责任 好让公众取得可信资讯 但可见川普的推特战 随着美国大选越境会更加激烈 东西文童信息林配一报道